某站知名博主丰哥 昨天在某博发文 对另一位爱国女大V女博主表白的事情 不知道多少人关注了 我真是倒霉呀 在大晚上要睡觉的时间 看到了这个帖子 恶心的我差点吐了 我真懒得把她的话拿出来游街 里面说了什么 你是我见过最具X魅力的中年妇女 我喜欢你 我爱你 你让我陷入疯狂 我想和你 我说不出口 还配上了一张自己X的 只穿着跨栏背心的照片 后来我平复了一下自己的胃 想让我平静一下赶紧睡觉吧 就看到了她又发了一个视频 视频当中继续表白 而其中阴阳怪气的提到了什么 名牌皮带什么盐 一直在网上关注的人都知道她傻意思 不就是讽刺人家赚钱吗 最后的最后 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 她对着屏幕嘟着嘴亲了一口 当时我直接把手机扔在了地上 因为真的太恶心了 再接下来 我想努力平复心情好好休息 我就这么无聊的 非得打开某站 看看我自己的视频 有多少人看 有谁留言了 结果就给我推了她的直播 好 我承认 我想看看她说了什么 女士就点进去了 然后不撒谎的说 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 直播间里 她继续大言不惭的说人家 我没有坚持看完 因为坚持不了 我还想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呢 但就在我随便听到的那几分钟里边 就刚好听到了她说什么 觉得这位女士啊 应该是那种表面上很文雅 但实际上吧 还做出了非常XX的表情 最离谱的是 弹幕里面几乎全部都是支持她的 她收礼物无数 再接下来 她开始一如既往的点名 批评司马大V 昨天是她在某站粉丝超过司马的大喜日子 她在某站180万粉丝 司马呀179万粉丝 然后粉丝们继续的大肆庆祝活动 一顿刷礼物 再然后我实在忍不了了 关了手机 不想再看了 了解坤姐的人都知道 我很少会这样直接的说谁 但是我想说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 我知道我这期发出来会有什么后果 我在某站已经干费了一个号 好不容易重新再出发 我为什么要趟这个浑水 惹不起我躲不起吗 但是这次我不想再忍了 这次的事情无关爱国 希望想要带节奏的喷子们听好了 那位女博主是什么类型的up主 风哥是否认同她的观点 甚至是否喜欢她那个人 我说的是真的喜欢 别跟我扯什么表白自由 和来那些阴阳怪气的 都是成年人 你们那一套我不买账 就算你不喜欢人家 可以进行观点上的探讨 我不赞成随便给别人扣帽子 昨天我直播的时候还跟大家说了 我们看观点 对观点进行辩论都可以 即便我们看出来 觉得某个人就是一丝五零 是公职反贼 那我们也要有理有据的把它变幅 我们要讲道理 风哥是什么成分 我不定性 网友们自行判断 我想说的是 观点不同就讨论 不喜欢别人也没事 但为什么要带着婚枪 骚扰女性博主 还是一位中年 应该有家庭的女性 如果这种做法 可以引得网络上 某站180万人支持较好 我无话可说 我要强调 我跟事件中的双方都没有关系 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表达我自己的看法 另外我们网络上 近来不是有那么多打女拳的人吗 如果真的是要为女性发声 机会来了 你们在哪里 过去到底是真的要呼吁女性的权利 还是更想要扰乱我们的社会秩序 心知肚明 我绝不赞成这些拳手 这次的事件 就算被骚扰的是男博主 我还是会说这样的话 说点旧闻吧 之前风哥在心灵医生出事的时候 说的那些话还历历在目 上一次我被恶心到的情景 仿佛还在昨天 没想到这些日子以来 他没有收敛 在网络上搞人身攻击可以 为所欲为可以 这几位都是爱国的博主 我才这么说 就算是任何一个人 普通人都不应该被他这么骚扰辱骂 当然如果有人不停的攻击爱国的博主 我不否认我会更加生气 你做你的旅游节目 有你的粉丝群体 那是你的事 就继续做自己领域的内容就好了 为什么要攻击别的博主呢 在互联网上每个做博主的 都希望更多人看到自己的节目 听到自己说的话 如果非要把事情说的那么功利 你无底线博流量博眼球 是为了挣钱 凭什么你能挣 别人正就是不行 今天我就把话说的明明白白的 我也把这话放在这 就是因为有像风哥这样的人 在网络上带节奏 还有某些网站不断的捧着他们 只要有热度有话题就可以了 才让爱国的博主们越来越难 甚至无路可走 恨的人赚得盆满钵满 爱的人只能用爱发电 我们都是普通人 做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不那么计较投入产出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回报 怎么坚持做下去 他在视频当中阴阳怪气 口口声声嘲讽人家穿名牌 卖货 我就想说了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凭自己的真本事挣钱有什么问题 至少是三观正的发表观点 而不是卖祖国吧 比某些人不知道强多少倍 最后我再次强调 今天我鼓足勇气发声 已经做好了被全面网报的准备 希望视频发得出来 觉得我说的好的 就帮忙点赞转发 我没有给风哥或任何人扣帽子 大是大非的立场是一回事 而这次我主打的就是他骚扰女性 而且是公开场合骚扰 某网站不制止 还让他进行长时间的直播 带领更多粉丝一起乌言会语 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 大家都因为他粉丝多 他粉丝敢骂人就不提不说 今天被骚扰辱骂的是他 明天可能就是我 后天呢大后天呢 对今天提到的孤烟女博主 对司马先生 对心灵医生 还有更多曾经被风哥伤害 辱骂骚扰过的人 我认为风哥需要道歉 同时需要被规范 并且教育他如何文明理性的发表看法 观点探讨我们欢迎 不同的看法有火花也没有问题 但是人身攻击 今天我替大家发声 全网呼吁风哥道歉